惊险是流转的色月,牵动着四季的更迭 尾线是众人的生液,波动千万根心弦 在世界的尽头,天空成壁,鲜云不染 那里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族人拥有着长寿之血和永生不老的容颜 日复一日地知就着名叫昔日之的不博 敌别尘世,敌别故人 他们也因此称为敌别一族 周而复始,在传说中永生不灭 暮色凄近,马奇亚独坐着发呆 他自小就生活在这,不乏好友 但仍会觉得孤独 长老告诉马奇亚,漫长岁月中 总有无奈告别之人 但记忆会被记录在昔日之里 陪伴马奇亚哭泣与成长 唯有爱上他人,才会让人真正变得孤独无依 马奇亚不安事事 误不透长老话中的含义 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反而会觉得孤单 他瞧着窗外出神 有人硬走过,是克里姆 马奇亚心生好奇,追了出去 却意外撞见克里姆和雷利亚的秘密约会 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雷利亚和马奇亚虽然都是女孩 性格却截然不同 雷利亚活泼开朗 马奇亚却是斯文甜静 克里姆将摘下的花小心翼翼地别在雷利亚发肩 气氛温柔且暧昧 不料,一声尖叫划破了夜的寂静 马奇亚惊恐地望着夜空出现的巨物 那是古龙 古龙一族,巨大且有翅膀 但却被喜欢烧杀抢掠的梅扎特国所俘虏 现在出现,势必会带来坏消息 马奇亚连忙飞奔着去寻找长老 但其实,此时的长老已然听见响动 和族人集中在了店门外 梅扎特国的将军下令抓走族中所有的女人 一时间,叫嚷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手无寸铁的族人挤坐一团 正在此时,一旁的古龙突然急躁起来 双目血红,俨然一副就要封魔的样子 原来,这只古龙得了红眼症 痛苦使得这巨兽挣脱束缚 挥动翅膀一头扎进了夜色里 又横冲直撞地跌进了殿堂 还在四处寻找长老的马奇亚 惊恐地看着落在自己身边的古龙 拔腿就跑 却因拉住了缠在古龙身上的昔日汁 而被带到天空 蜂魔的古龙周身燃起火焰 不知飞行了多远后 才坠落在一片树林 侥幸逃过一劫的马奇亚神色恍惚 她士族走到了崖边 忽然听见不远处有婴儿细微的哭声 不知饥饱,哭得让人心疼 马奇亚回过神,寻了过去 那是一个刚被强盗洗劫的村庄 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而婴儿正睡在母亲僵硬的臂弯里 一个装束潦草的大叔正坐着喝酒 他是准备来买昔日汁的 却恰好赶上了图村 马奇亚走上前 伸手触碰这个哭出鼻涕泡的小肉团 不料,食指冷不丁地被小家伙抓住了 马奇亚心下一症 双手去扯死去女人的手 将哭闹的孩子抱了出来 大叔看着年岁不大的马奇亚 心想,这女孩尚且还需要人照顾 如何担起母亲的责任 但马奇亚打定主意 她抱紧了孩子 赤脚走出树林 孩子饿了 马奇亚没有奶水 于是,马奇亚偷偷溜进了一个羊圈 但她不会挤羊奶 只会手忙脚乱地抹眼泪 这羊圈的主人是个农妇 丈夫死后 她一人抚养两个男孩 还养了一只狗 自己生活尚且吃地 却仍愿容下马奇亚一口粗茶淡饭 寒来蜀网 四续千流 马奇亚染去了离别一族标志性的金发 日复一日的织布 昔日汁卖出的价钱 也足够维持生活 艾瑞尔也跟着两个哥哥一起成长 她蹒跚学步 乃生乃气地教妈妈 再大一些 就成天跟着村里的孩子四处撒野 此时的梅扎特皇宫里 国王听了将军的报告后 忧心忡忡 宫里的古龙又死了一只 只剩五只了 早些年 梅扎特威风八面 正是因为他们俘虏了古龙族 邻国皆畏惧 后来 古龙数量因病骤减 国王才想着掳走离别一族 如此一来 两种神奇力量都为梅扎特所用 邻国自然有些忌惮 现如今 古龙的数量不再乐观 利用离别一族长寿之血 传承子嗣一世 以示刻不容缓 马奇亚是从布店老板那里 知道了梅扎特王子即将大婚的消息 那日 他刚卖掉枝好的昔日汁 店家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从柜台下捧出了一段布 离别一族自古都是用纺织交流 织在昔日之上的每一个细节 都有可能再传递信息 而这段昔日之上就写着 王子即将大婚 迎娶新娘雷利亚 其实 自打那日侥幸逃脱 马奇亚就再也没有族人的消息 如今得知雷利亚的讯息 他也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但他知道 如果不去救雷利亚 好友的幸福就该断送了 碰巧 农场的狗去世了 那是马奇亚第一次直面死亡 他看着安详离世的老狗 突然明白了当初长老话中的深意 原来 失去了心爱之物以后的孤独 才最深切和疼痛 看着等他等到睡着的艾瑞尔 马奇亚明白了作为母亲的责任 所以 即使分别不可避免 他仍然珍惜相遇 于是 马奇亚带着艾瑞尔辞别了米多 出发去了梅扎特城 在狭窄的船舱里 马奇亚和一个金发男子擦肩而过 此人正是克里姆 原来 还有族人幸存 在得知了雷利亚的消息后 大家计划搅乱婚礼 救下雷利亚 大婚当天 克里姆偷袭了王子乘坐的古龙 马奇亚则趁乱拉走雷利亚 两人跑了好一阵才停下来 看清来人之后 雷利亚惊喜了片刻 谋中的欢喜又转瞬即逝 她后退一步 轻声说 自己是逃不掉的 马奇亚不懂 曾经那么活泼 轻松翻越城堡高墙的女孩 如何说出这种话 雷利亚拉住她的手 轻放在自己的腹部 马奇亚突然明白 那里正孕育着 可以牵绊住雷利亚的小生命 军队很快追来 雷利亚拔下发簪 以腹中的婴儿相要挟 逼着将军放走了马奇亚 夜晚 克里姆惨白着脸坐在床边 她已经得知了雷利亚的抉择 但仍然不愿接受 次日一早 克里姆留下了一段昔日之 就离开了 马奇亚也决定带着艾瑞尔 重新开始生活 而在陌生地方活下来的前提 事先找到工作 但因为不能再暴露自己的身份 马奇亚不能再知西日之 而且她还要照顾艾瑞尔 所以找工作处处碰壁 近日的糟心事 惹得马奇亚心烦意乱 回到家 恰好看见艾瑞尔 在学着知西日之 不知出于什么情绪 马奇亚忍不住训斥了艾瑞尔 委屈的艾瑞尔冲出家门 留下马奇亚一人 她抚摸着仿布机上 还没知好的西日之 上面知着妈妈 马奇亚突然流下了眼泪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 马奇亚带着艾瑞尔搬了很多地方 曾经的妈妈变成了姐姐 艾瑞尔也明白 马奇亚的与众不同 可当有人调侃自己 和马奇亚的关系时 她还是会面红耳赤 马奇亚工作的酒馆 总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男人 吵闹声 喝酒声 偶尔还会有士兵 因为见惯了这种 吵吵嚷嚷的环境 所以当那个士兵盯着自己看的时候 马奇亚只是将脸埋在了菜单后面 直到那人惊喜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此人正是当初收留她的农妇的大儿子 兰格 久别重逢 马奇亚还是当初的少女模样 兰格已经长成俊朗的男人 接连几日 兰格都来找马奇亚 她还经常给马奇亚带来皇宫里的消息 几年前 雷利亚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但女孩并没有遗传到母亲的长寿血统 还在一出生 就被禁止和母亲相见 雷利亚思念女儿 却只能被囚禁在高墙内 明明王子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 却仍不肯放过她 克里姆也曾带着净存的族人去救雷利亚 但势单力薄 大部分族人被杀害 克里姆也从此下落不明 马奇亚听着 她已经有了艾瑞尔 有些人有些事都该算作过去 于她而言 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就够了 但初长城的艾瑞尔 却渐渐理不清两人的关系 某天 艾瑞尔喝多了酒 这个年少气盛的糊涂蛋 和马奇亚大闹了一场 艾瑞尔不愿一直被当做孩子 想要自己学会成长 在第二天 她就请兰格带自己进城堡做士兵 马奇亚明白 当初那个在墙堡中嗷嗷待哺的婴儿 已经长成如今的少年模样 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恰逢梅扎特国正在四处寻找幸存的离别一族 马奇亚不得不另找藏身之地 消失很久的克里姆 也适时地出现 带走了马奇亚 时间过了很久 久到马奇亚的金发已经起腰 克里姆帮她剪去了棕色的发尾 这些年 她们一直折服在邻国 并伺机发动讨伐梅扎特国的战争 与此同时 艾瑞尔也成家立业 与从小相识的女孩结婚 吉祥为人妇 马奇亚和艾瑞尔都没有想到 如今再见面 竟然是在战场上 而且成了对立面 讨伐之战全面爆发 克里姆趁乱跑进了城堡 她从未放弃 营救那个年少时深爱的女孩 这么多年 她最想的就是带走雷利亚 放弃这段不堪的过往 但雷利亚却有了血肉的羁绊 她心里放不下那个 只见过一面的女儿 克里姆不理解 失望的她点燃了地毯 想要和雷利亚一同了结 却被赶来的梅扎特国将军 一枪击中 与克里姆走散的马奇亚 一个劲地向前跑 在命运奇迹般的安排下 她听见了不远处 一个女人痛苦地抽泣声 马奇亚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只见一个女孩跪倒在地 羊水已经破了 女孩抬眼 原来她正是艾瑞尔临盆的妻子 因为从小见过马奇亚 所以她一眼就认出了来人 女孩在马奇亚的帮助下 艰难地生下了孩子 马奇亚看着墙堡里的小肉团 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 像初见艾瑞尔的那一夜 婴儿下意识地握紧了马奇亚的手指 战火纷飞 漫天的灰烬像雪一般地飘落 在战争中精疲力尽的艾瑞尔 昏睡在地上 等到她虚弱地睁开眼 才发现了 不知何时起陪在身边的马奇亚 她是来告别的 马奇亚已经守护艾瑞尔 直到能够独挡一面 她也已经尽全力 扮演好母亲的角色 是时候放手了 离别之际艾瑞尔流着泪 对着马奇亚的背影 叫了一声 妈妈 梅扎特国彻底落败了 留在城堡里的雷丽亚 也终于能够再见女儿一面 重见女儿的一刻 雷丽亚已毫无挂念 她朝着城堡高墙的边缘跑去 仿佛又成了曾经那个 天不怕地不怕的疯丫头 她越跑越快 增身一跃 奔向了自由 而此时 一头古龙震翅高飞 正是马奇亚骑着古龙 接触了坠落的雷丽亚 两人相依偎着 飞进了云雾中 再重逢的时候 艾瑞尔已是冒蝶之年 即将寿终正寝的她 睡在床上 终于等到了马奇亚的到来 马奇亚握着艾瑞尔的手 在她的额头硬上一吻 最后送别了艾瑞尔 她不是母亲 却陪了艾瑞尔一生 不断地离别 也不断地重逢 这一程 能相遇 就是幸福 愁惜母游念 虔诚而已知 手中争渐远 相逢七位迟 龙应台的目送一书中写道 我慢慢地 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鹿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鹿转弯的地方 而且 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 故事配老酒 明朝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